那问一下柏亚怎么观察 我觉得刚刚前面在谈的这个 中共立法要惩戒台独 以及现在的这个国会的 集权的种种行动 其实它是两套内外的剧本 外面的剧本其实就是 中共要找更多理由来正当化 他在台湾以外的地方 任意抓捕台湾人的资格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包括一年多前的这个复查 被失踪的事件 一直到现在 复查的家人其实都还没见过他嘛 那他新增的这个反台独法 当然就是要让这个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加上更多的欲加之罪一个方式 但是另外一个在台湾内部的 这个立法院在弄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 不只是从这个法案本身 有没有危险的争议来看 而是我觉得它是 立法院集权的首部曲 就是立法院现在蓝白 掌握了多数之后 他是有意的要把国家的各种权力 往立院集中 像这一次的立院国会集权法案里面 首先第一个 他规范了总统的国情报告 不只要定期报告 而且还要一对一 依序及时问答 几乎就到了质询的程度了 所以未来国防 以及外交 国安大政本来按照宪法是 总统特有的质权 立法院如果透过了这个 所谓国情报告义务化 那有可能他会变成 把总统变成自己下级机关 那另外 他的这种所谓的反质询要罚钱 然后这种 所谓的藐视国会罪 他就是要把行政院里面 变成是行政官员被质询的时候 都不能回嘴 只能听立委讲的嘛 然后再加上说 后面其实他还有铺牌 包括傅昆奇的三个交通法案 其实他是要瓜分行政院的预算权 然后接下来考试院 考试院其实有一些委员任期要到 赖清德总统已经提名 放在立法院 但立法院是完全自知不理 完全不审 不审考试委员的手法 未来有可能复制到不审监察委员嘛 甚至今年十月份 有七个大法官任期届满 有没有可能复制到 连大法官提名都搁置不审 用这个人事同意权把考试 监察甚至司法院直接掏空掉一半 这个也是立法院未来有可能会上演的剧本啦 所以你看这个剧本如果首部曲 现在是国会集权法案 后面一路这样演的话 到最后变成是我们的宪政 的所有的权利会完全集中在立法院一院 而立法院一院里面 113个委员其中又只有62席 可以掌握这样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比这个国会法案本身啊 更让人担心的 所以今天赖清德总统他的讲稿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他是讲得很清楚啊 因为蓝白一直在讲说 民进党以前主张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今天赖清德所讲的就是说 比如说到国会去 国情报告甚至接受咨询 其实对于赖清德过去当过台南市长 当过院长来说被询并不是难事 但是他基于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身份 他必须要确认这样的安排 真的是符合宪政秩序的 他才能够去实践 所以他今天所讲的意思很简单 在这个黄国昌等人一直讲说 啊美国如何啊 这些制度把他搬进来的时候 其实他是只讲一半 只移植一半嘛 那这样子胡乱的移植的时候 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宪政系统产生排斥 产生不良的反应 甚至产生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倾斜 从权力分立与制衡 变成了立院极权 立院独大 那所以这个是立院极权的首部曲 那事后究竟是会往 这个国民党规划的剧本走 还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立院极权 首部曲喊停停下来 恢复到正常的宪政秩序 当然是看后续大法官的裁判 是不是朝野政党都能够接受 还是会翻桌 因为现在国民党已经透露出了 要翻桌的端倪了 因为他们开始已经把大法官抹绿嘛 所以你们都是蔡英文提名的 可能不公正嘛 有一些立委呢 还讲说大法官不要当民进党 开门狗 然后甚至有一些国民党立委还讲说 大法官如果敢做暂时处分 就要冻结司法院的预算等等 那像这样子 其实超前威胁大法官 这些蓝白立委的行径 其实我们必须要提防 如果未来大法官的裁判出来 朝野政党有任何人不接受 其实他就是对我们宪政秩序要翻桌了嘛 他就是不玩了嘛 那如果是这样 如果未来蓝白立委不接受大法官裁判的结果了 我想就是公民力量必须要站出来 让这些意图翻桌 让这些要诋毁大法官的立委 必须要付出政治代价 好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